作品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相信在鬼滅之人這作品都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去分析一個已經大紅的作品 什麼燈光美氣分家 我們打鬼都是在晚上打 所以觀眾視線更加集中在刀刃藝術上 什麼世界關切和大日本民族文化 人物深刻刻畫 人設元素商品能力極強 你都可以給他扣上一個馬後炮的標籤 那你要知道做動畫就跟編輯在挑作品代理 跟在沙塵一片鞋骸的股市中 挑選一支未來能漲停板的股票一樣難啊 沒有人能知道這作品能大火大熱 讓公司鑽進大把大把鈔票 要是真的能預測市場反應 那索動畫公司早就應該是億萬富翁了 呀哈囉我是慈郎 事情發生了總有原因 如果只是用著馬後炮帶過 那這世上所有行業人員都不用混了 分析一個作品爆紅的過程 更像是在給予那些為了這一次的成功 寒測股不知道多少頁的從業人員一種肯定 2016年2月開始在Jump上連載了鬼滅之刃 在UFO尚未製作動畫前 我猜在座九成腦中大概都只知道石火海 鬼滅之刃 抱歉我們不認識 這一點的Jump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拿著大把大把從動畫畫賺回來的單行本 電子輸引力 繼續去投資下一個標的物 誰知道這一投資不得了 四九集一段火之神神樂 配上略帶悲傷曲調的炭治郎之歌 瞬間穿遍各大社群網站 350萬部的銷量更是在去年12月直接衝破2500萬部 甚至今年12月包含電子版的累積發行量突破1億本 這結果誰能料想的到 先說說我自己好了 當初2019為了做新版資訊 大體了解一下鬼滅之刃 嗯?這作畫 不是多優秀啊 分鏡 嗯...好像也不怎麼樣 故事 嗯...有點慢熱捏 嘛...反正給UFO社抄刀 穩啦 漫畫銷量穩定成長 動畫出來後 我也是抱持著一個長線態度 跟著一畫畫追了追 亞莎西的男主 超死人的豬頭 沒事鬼有鬼叫的金髮觸男 這...這作品 真的能靠動畫大紅嗎 雖然我肯定咬著像是竹筒造型口塞的妹妹會大紅 但其他部分 我只能在心中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放關整個Jump歷史之作品中 確實要論亞莎西 炭治郎絕對是數一數二的 論男性讀者的我來看 我更加喜歡魯夫明人那種 傻人有傻福的陽光少年 也因此對鬼滅能有今日的表現 連想都沒有想過 第17集 霹靂一閃的金髮少年主場 配合燃燒不行的BGM與作畫 帥炸了一幕前的我 不過這種帥到吊炸的畫面 可是嚇不倒熟悉Fate的我 什麼? 你說你不知道Fate是什麼? 也是啦對不對 就跟你去問Lisa 是誰都會跟你說 是唱紅紅蓮華的歌手 殊不知人家10年前是一個儀 一級版のタカナモノ 其家的一顆小星星 總之呢 那個時候不知道是頭撞到 還是哪根筋不對 反正呢 我就在看完第18集後 就暫時氣坑了 結果你猜發生什麼事啊 第16集爆紅啊 WTF 爲什麼壞 どうして 那種感覺就好像 你支持了一個棒球隊快要輸了 結果最後一局 突然來一個逆轉的 再見安打一樣令人措手不及 確實一段亮眼絢麗的打戲 配上一段悲情史詩的BGM 在社群傳播力要多 驚人有多驚人 你看當年的小英雄 巨人 一拳超人 又或是UFO自己家的 阿恰槍哥還是金閃打士郎 都是經典有流傳的無打戲 即便如此 你可以說UFO社就是擁有 超強Pickup爆紅機率的超強輔助角 但就其根本 後續的長尾效應 絕對還是要有漫畫的相輔相成 甚至可以說原作完結的藻 反倒成了重要的催化技 這因為鬼滅完結的藻 避免掉動畫完結後的 長期空窗期導致作品熱度下滑 就像是在櫻花綻放最盛艷的時刻 高舉旗幟揮舞 然後高歌離席 早如可能享受到作品最為炫爛的時刻 晚如可能也不怕多次的櫻花生開 要詳越眾多歷史文件 只要循著短短的路線 便可快速知曉作品曾經的美麗 就結果論來看 在這眼睛每天都要被大量蓄起強暴的年代 憑藉大量刪減為了延長壽命而做的鋪墊 乾淨俐落的推進著劇情 跳脫傳統為了營利而拉長作品的篇幅 差異了提高作品產率的方式 同時也不喪失自己想傳達的感情的激幹 在這點上 鬼滅可以說是當代Jump最為成功的商業教材 說句老實話 當時動畫爆紅後的我 就像是一個倔強的少年 越多人吹捧 我越是覺得離得越遠越好 就像是盛開的櫻花 沒有搶到頭等級的孩子 我寧可選擇待人潮退散些 或必要時刻再來品味 我想在座應該很多人和我一樣吧 反正對我來說就是一種 明明自己不是在跟風 卻被周遭理解成跟風的那種厭惡感 當時並不是說跟風不好 要搏眼珠搏舞台 肯定得跟風做好做滿 最好做到全世界 繞著你在轉的那種 最終讓我從此補完本作的最大契機 乃是晉級話題康霸子 鬼滅之刃劇場版 10月28日我參加了全台灣第一班列車的首映會 那時我就有感覺 這作品絕對會寫下各種新歷史票房紀錄 日本於10月16日上映電影後 首日票房約12億日元 上映3日票房突破46億日元 觀影人次達到342萬人次 打破日本影史最高開化票房 最高單日票房 單日最多觀影人數三大紀錄 上映10天再打破神影少女 最速25日100億日元的成績 上映24天200億 最後當前時間邁入日本歷史票房前5名 僅次於神影少女 鐵達0號冰雪奇緣與你的名字 通常按照衰退率第三抽起會是關鍵 因此日方也明白需要繼續加大力度 戒指308億的神影少女並不是不可能 日本這火惡的社會級現象 理所當然直接反映到台灣上映後的狀況 台灣方面首三日票房1.17億日元 首座票房以1.75億 幹掉了去年的天氣之子1.68億 然後在11月9日上映10日再傳捷報 以初估約2.75億的成績 幹掉了2.5億的你的名字 一舉成為了台灣十大日本電影票房首位 某個層面來講 台日都是以十天打破某個英時紀錄 非常之誇張 究竟這隻前置呼吸的怪物能走多遠 我相當的喜聞樂見 總管來看呢 因為疫情 或者說受惠於疫情所四啊 鬼滅之刃在整個發跡崛起到一路走紅 可謂是天時敵義人和 擅長以浮誇的特效與攝影處理的UFO Table 當然功不可沒 但放眼整個UFO Table的發展史做過這麼多的作品 為什麼就他爆紅 他到底憑什麼 就像前面所說的 二宇老師本身果斷的抉擇是一個點 而稱載著前面所做的各種努力練習的UFO Table 也是蹲了這麼久才能有這麼一大跳 OP紅蓮華不僅於去年4月以2.4萬下載數 容登上ORICON的公信榜頂點 因為正逢日本幻潮交替 更是成為了史上唯一一個 名稱最後與令和最初的首位 在19年登上紅白演出的LISA 更是把曲子與作品名稱傳播得更遠 在聲勢水掌傳告的同時 也獲選了再次為劇長版演唱演的資格 2020年初 疫情爆發下 實體活動大受影響 但是對於娛樂產業來講 可謂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使 除了OTT影音的加速轉型之外 社群與休閒娛樂的時間更是大幅度成長 雖然不少音樂演出被迫取消 但取而代之的是串流音樂與電子書娛樂的崛起 在社群媒體的增長傳播下 鬼滅從周邊到銷量話題 一直得到不錯的曝光 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天使 企劃商Sony娛樂自然也沒有放過如此大好機會 第一部分 不僅加大力度宣佈將要推出相關的家機遊戲與手遊 在推廣宣傳作品的企劃上也是砸下重本 與發行商東寶聯手初級 開出超過400家的上映管束 首日最多場次的新宿戲院 更是宛如火車頒表排了42場 即統計 初日上映回數就有7769場 官方實際顯示管束為365 單手輪戲院數量有403 因此可能還有更多未計算 如此超越各種大作的排場規模 再加上9月中旬從梅花座解放成全宿席次的可供售出 外加沒有荷萊塢的排擠效應 鬼滅之刃可謂握有了 成為票房怪物的入場券的超級低低優勢 最後就是人格 暴富性的消費與日漸增長的社群影響 以及日本家庭文化的背景 在宣布自速解禁後 缺少遊客觀光的日本經濟仍舊是大受打折 這點雖然台灣並沒有受到多大波折 但依舊是和日本一樣在疫情趨緩後 有暴富性的消費傾向 加上前面所言 對於鬼滅的入門門檻相對以往JOP的熱門作低 簡單好懂的劇情大幅降低全外人士理解的困難 你不一定要知道UFO是什麼 你不一定要知道呼吸法是三小 但你一定可以從畫面劇情感受到作品製作的好 另外各種餐飲業手遊業服務業的聯名結合 從你阿公阿嬤到你家孫子孫女們 每一個人都能在生活周遭認識到鬼滅 尤其劇中炭治郎對迷豆子的溫柔與堅強 與他家人之間的濃厚羈絆 那種重視家族親情與手足的緣分之愛 不僅成為了不少父母放下對動漫的寄有偏見 而女們也更有理由嚷嚷的父母帶著自己去心願看 加上日本人又是那種 你不去看就跟不上周遭話題的社交種族 要不被鬼滅騷擾簡直比登天還難 台灣的部分更是妙妙妙 代理上木棉花確實能做的都做 突然殺出的中沛事件陳咬金 絕對能算上功成一件 先別開對各方負面的形象影響 雙方各取所需下 在中沛事件後 是一週後的鬼滅依舊維持很高的社群話題討論 說人何要算上中沛 該說是諷刺還是感嘆呢 我覺得各位可以思考思考 不管如何 預期鬼滅會大賣是敵主當然 但會賣到這樣想必連鬼滅黑也無話可說 確實 數字是一個展現作品商業價值好壞的標準 對圈外人可能是一個極為驚奇的體驗 對圈內人來說 UFO Table其實也就是做了他平常能做的事 但對業界人士來說 今年沒有他可能很難過年 不管討厭與否 不管你是否也有被鬼滅騷擾 鬼滅確實是給了這市場開始的各種可能性 劇場電影也好 線下實體活動也好 還是Live演唱會也好 從實體快速轉為數位的時代 商人們無一不設法製造實體限定獨有的物件 它可以是故事話題 是畫面特效 是入場特點 是限量物販 也可以是Live的體驗 只要製造出能讓你掏錢的要素 這個ACG市場就還有各種可能性產生 即便是在這個疫情肆虐的時期下 Lisa因為鬼滅讓原本不認識她的 認識到她了 UFO Table因為鬼滅再來5年的訂單 檔期滿載 景音社因為鬼滅可以養活更多員工 與更多優秀的作品 與其因為和自己認知上不同而厭惡她 我覺得倒不如多重觀些產業的改變 並適時調整自己能與時俱進 銷量好並不代表它一定是優秀的 它僅僅是反映這個社會的種種現象 畢竟對我來說 一部好的作品 其實重要的不是銷量 不是製作經費 而是作品的內容 在可能時隔5年10年後 有多少能留在觀眾的心中 OK 以上就是這次節目的全部內容 如果還喜歡這次節目 歡迎把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親朋好友 另外也可以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商片通知了 想要得知更多的第一手ACG相關資訊 可以追蹤我的FB IG 我是慈狼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將捏 FB 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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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